即將進入我們的工商時間 各位紳士們 我們的老朋友Jeron最近推出了一個新遊戲 叫做傳奇四葉草 可以在遊戲裡面召喚美少女英雄 與美少女英雄走上奇幻冒險之旅 這是一款操作簡單的戰略模擬遊戲 只用一個格子就會改變遊戲戰況 而且只要點擊就能輕鬆遊玩 阻你們喜歡的角色去面對壞壞魔物 登場的所有角色的美術圖都超精美 還有很多動作等力解鎖 你們懂的 只用魔法師召喚可愛的美少女英雄 一起射射 欸是不是 是一起拯救世界 像這種養成的設定啊 這整個就是很讓人受不了 加強關係提升親密度 就能觀看與美少女們的劇情 現在遊戲內還推出了萬聖節派對活動 除了特殊劇情 還有萬聖節限定轉蛋和活動限定角色喔 那我們的好朋友Jeron有很多很香 很大 很好玩的遊戲 平台的活動也超級豐富 Jeron目前提供英語和繁體中文版的 付費日系遊戲以及免費遊戲 平台的遊戲都是日本遊戲的本地化版本 遊戲質量都超級高 而且遊戲種類超豐富 角色種類也超級多 不管你是什麼控 絕對都能找到你喜歡的角色 最後最後也是最大的重點 透過右上角的成人遊戲按鈕 可以直接進入到老司機版本 探索不同顏色的遊戲世界 嘿嘿嘿 Jeron即將陸續推出更多精彩的遊戲 努力填補在日本以外 各個聲勢的遊戲需求 那大家可以踴躍上車囉 網址會放在下方的字頂留言處 大家自己去探索啦 Yeah 他對老奏是白 我所欣賢的影片都是黃 不要沒有興趣的 所以如果想要支持我的話 大家幫我訂閱 嗨 嗨Luna 嗨 親交跟Luna調一個特別的主題就是 主寵關係 主人跟寵物的這個概念 我以前看Luna的作品的時候 就大概知道他們有一個主寵的關係 但是我對這個概念一直不是很清楚 妳是本來就想要當寵物嗎 可能就是M屬性啊 就是比較天后般誠意的部分 我們要發言是M屬性的 從時候我都會看那個綜藝節目你知道嗎 然後綜藝節目不是輸了就要處罰嗎 然後我就會看他們處罰 我就當性格 然後晚上就會想一些那些畫面 你就會記得 大部分是比較有 比較像打高地板啊這種 喔 對 或打屁股 就睡不著 我會被騎 然後心裡想不興奮就睡到了 還有一個階段就是很喜歡看那個 公平劇 做後事 然後都要被抓去處罰 你喜歡那個公平劇母帝 可能一輩子就一樣這樣 長大的時候就慢慢有接觸 才發現喔原來就是 小時候做這件事情是因為我喜歡 喜歡那種服從 對對對 被命令的感覺 對對對 就是資訊發達高 然後網路上看一些文章 看高 我自己的叫 對 天性性 然後我就會找男同學 然後再找一點點女同學 就說OK你可以 可以玩一個遊戲嗎 然後我球禁在這邊 那如果我乖的話 你就可以帶我出去走走這樣子 如果不乖的話 你就是要處罰這樣子 所以是不是從小就有這樣子的感覺 對 你跟你的主人是怎麼相遇的 教人體 算很臭巧吧 就是我那時候玩那個教人體 是教練男同學 蛤 就想說 欸他就找一個有趣的話題 然後聊 然後就剛好聊上 也聊滿久的 所以你是第一次當別人寵物嗎 之前有遇過別人 不是男女朋友的關係 就是真的就是 主人跟寵物這樣 那個時候其實比較像男女朋友 但你會要求他們命令 還是他們自己就會命令 他們自己就會 有魅許到對不對 對對對 不知道是祖寵的概念 還是那時候大概就知道了 那時候知道 但是這時候發現沒有很合 所以就很愛 一開始的時候 摸合物是怎麼樣 就直接就是 他會一直命令 一直要求你做事 一開始我跟他就是 很有關係 拉脫下來 我喜歡的東西 你能不能接受 他那時候他就講解釋 有些他覺得他不太能接受 他每次都這樣 就打電影試看看 然後我就當開始 那在面試的感覺 對對對 哈哈哈哈 先互相了解 都這樣了解一下 那開始之後你是怎麼做 開始之後 就勸娘嘛 這個家裡就當成寵物這樣 就家裡就有狗 然後他就先吃腳在那邊吃飯 這邊就過去一間 後來就當成寵物這樣 你吃飯 就是用狗玩裝 人類的飯 那你當下的感受是什麼 第一次遇到這樣的狗 這感覺很複雜的 就是自己在一家一個空間 覺得有點 均勒 但是好像又很感受 好像等主人回家那樣 對 真的是寵物的概念 因為我家的狗 平常在家 還看不到我 然後回家就說 好開心好開心這樣 然後我就又出門 就回家 好開心好開心 就是我不管什麼時間點 多久沒看到他 他都很興奮 嗯 是像這樣的感覺 應該是 然後我就在的時候 他就是 倒臥在那邊 別間一起 嗯 然後我出現之後 就會馬上 碰碰飄飄飄的 所以你會做自己的事嗎 就是 還是就是 他會 他會做自己的 退居啊 就在家等待 就是人類的休閒 對 只是說他的環境就是在 寵物環境 也是寵物的環嗎 對 那這樣喝水是不是很難喝 其實還好耶 你就這樣 他說一開始人很壞 他說他人不好勉強 但是你晚上睡起來睡在狗籠裡面 那你這樣會不會睡得很不舒服 還好啦 其實還是可以好好地睡一覺 當然沒有床心 在這個 J&H的時候也是跟我們也穿衣服的 沒有啊 那概念就是像我們很會幫寵物穿衣服 你就真的是一個光環境的寵物狀態 嗯 對啊 就像 比如說 那邊要會睡 或者吃 那邊要去當上課 就是要我 搭好安定 然後你就會馬上去做這件事 對啊 痴情也會想到 我自己會去做這樣 但是身體可能很累 就是要一直去 對 但是還是很開心 就是很複雜的一個 內心 主人在命令的時候 主人在命令的時候主了是什麼 主人在命令的時候主了是什麼 主人會有這種高高在上 被服侍 對對對 那是什麼征服感 皇上 對對對就有點像那樣子 就可以經常去破補 非常大的 對 那你如果是這麼尊榮 你哪一天突然反抗他 寵意突然生氣 會有這樣的情況嗎 有時候不滿的時候 我會看得出來 因為他會寫著 然後我們就會可能會晚上 就是什麼時候 我就坐下來 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不滿 然後他就開始批發了 就知道他不滿 然後我就會狗頭 我家狗狗他也會不開心 他有時候會覺得委屈 有時候會覺得難過 但是狗狗不會講話 他會講話 所以我就可以試著去瞭解他 到底哪裡做的那種不滿 但是如果他是 做到一件事情 你生氣你會觸發他嗎 先狗頭 對 因為他覺得說認識他的錯 認識他的問題之後 才會觸發 那我們不會吵架 溝通完 他也生氣了 誰對誰錯 那要觸發之後 就開始調教 他是調教 他就不會算懲罰 反正是對你來說是這種強力 調教的話 是算是打屁股這種嗎 所以你本常見的題 對 反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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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打的時候 還是會痛不開啦 會痛啊 但是心情是愉悅的 每個人 看到一種 親情跟感情 然後看到傷 其實也蠻開心 有一種成就感 對 不知道為什麼 會看得傷嗎 還是那是因為 那是你的主人 富裕你 我覺得也有可能 我覺得那是比較像 男女朋友的種草莓 看到對方在地上 身上 對 然後他就會看自己的傷痕 就覺得 很欺負 這是男朋友幫我種的草莓 就是這種概念 就是你別的 他一個人是 這是建立在你們兩個 你情無怨的狀況之下 而都不是任何的強迫 這才是這個關係可以長久的原因 反正我就是很想做這一切啊 對 我們是不是可以看一下 你的狗窩長什麼樣子 可以啊 偶爾還是會使用你的 火爐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來到 Luna的狗窩 你朋友都是睡在這裡面嗎 對 你可以坐在這邊 我看一下你平常在裡面 都怎麼擺著 大概就是這樣子 或者是趴著 或者是趴著 很痛的感覺 你剛好說你喜歡 在一個範圍被囚禁的感覺 那你在這裡面 其實應該是開心 開心又不開心 因為很有趣 因為我這裡 就只有我自己的人 那這籠子門 平常會關起來 對啊 就這樣喔 你就在裡面這樣 對啊 你這樣出得來嗎 你自己沒辦法出來 其實要自己出去也可以 可是如果被關在裡面 我會不會 那這一個狗窩也是嗎 那這一個狗窩也是嗎 狗窩也是啊 就是這兩個都是 對 兩個都是 那個比較大 而且它很香 主人在看到這樣的時候 感覺是怎麼樣 比較是視覺衝擊 看到一個人魔人樣的女生 然後就被你當寵物養的 這種興奮的感覺 那如果想要看的話 就去訂閱Luna的Fans1 看完那個狗窩的時候 我就覺得哇 其實滿有臨場檔的 空間還滿大的 因為我之前有看過 BDS那種專門關人的 但它是設計觀者 可是那個就是 真的是狗窩窩這樣子 嗯 我從來告訴它 就是放巧品在裡面 以我這個很重視睡眠品質的人來說 還是很不舒服 但是我覺得 它的狀態應該就是 很享受在那個角色裡面 被囚禁啊 然後服從啊 被控制的感覺 因為以寵物的概念來講的話 主人是不能隨便棄養寵物的吧 因為例如說 養了一隻貓 我不可能把它丟掉 所以說寵物這個關係 反而是更穩固的嗎 比起伴侶關係 我反而比男女朋友 或是夫妻 還要來的更加好度 那如果主人在工作的時候 你就是在他旁邊待命這樣 他在那邊用電腦 然後可能就是 歸在他旁邊 還是他其實 命令你的時候 純粹就是來 欸不想拿水 欸去幫我拿水 沒有 這樣等於你的相處的每一個時刻 感覺都在維持 有一個情趣的感覺 就是欸 對啊就是叫你去拿外送啊 叫你去裝水啊 都是一種著名的關係 就是它是融入在生活中 就是不是說 喔現在要這樣才對呀 應該說 我們不是在床上才這樣玩 對 就是一常生活中就融入 對對對 對欸 因為其實我個人本身也有點end 但是我是到床上我才會end 可是你們就是 無時無刻包含你們的露出啊 這些都是在你們生活 不是那種say好要去那邊露出 而是到那邊才想要露出 對 感覺出來跟你講話的時候 你是很開心 所以你在分享這些的時候 喔對 像我聽過一些什麼NTR啊 不同的性偏好 但是主母的關係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還蠻特別的 你們平常融入在生活中 是連去朋友家啊 或是朋友來家也都是這樣 對 比如說朋友會來加一打麻將 然後我就會跟他在旁邊 然後看他們打麻將 一整個打麻將的過程 你就這樣全落在他那邊 然後或者是他們要拿什麼 我就忘了拿 就有點像 會在他旁邊帶命的感覺 那突然間有一個問題 假如是他朋友叫你 突然間命令你怎麼會去做 那這個叫我幹嘛 我還在那邊抓啊 他是主人會不會不爽 你幹嘛命令我寵物 很好的朋友可能就會 我朋友都難可先 他也不會叫他妮孔 他兩間跟他說 欸娜娜 會不會幫我們那個水 拜託這樣 對對對 好口氣是好 主人要先開心 你才能去服從 所以如果有人欺負他 你保護欲是不是會只能被激起 我也很恭喜 這是我的寵物 這一次是我的 你憑什麼 會有那種感覺嗎 我可以欺負他 可是我不能覺得說 別人欺負他 那這樣打麻將的時候 大家注意都會在你身上 不專心打 但是 好那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歡迎去訂閱追蹤他們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就再見啦 掰掰 掰掰